来,同学们啊,这一节课咱们给大家讲技术专题的数数方块啊 这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上几个咱们讲的是数图形,也是技术大专题中的重要的环节 这一节课呢,数数方块 来,这个基本概念啊,实战提高啊 练习巩固,局域反散,归纳总结 学了之后一定要会局域反散,归纳总结啊 就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哎,什么是数方块,同学们 哎,你想想,什么是数数方块 简单的说就是数一下方块有多少个 是不是,上几个给大家讲的是数图形 就是,哎,数图形有多少个 是不是,现在数方块的,一样的 哎,那大家看一下 那比如说数方块,下边这个方块有多少个 同学们数一下 嘿嘿,这个估计 咱孩子们应该也能看出来啊 这个也不难 嗯 你这个其实呢,你可以正常数啊 你有两层嘛 下边这一层 哎,下边这一层是不是四个 哎,这一层呢 有一个 所以啊,这两层就是一加四等于五个 当然,孩子们如果这个时候你不会数 没关系,一会儿我会给大家交个大招 好不好,都能一步到位 当然了,数的话 咱们先呢,给大家预热一下 是吧,热身体 嗯,他们热个身 是吧,刚才就给大家讲的是一个热身体 让大家先把思维 先打开一下 会不会做都没关系啊 马上呢,咱们系统的给大家讲这样一个数方块 啊,先给大家先强调一下 三个重要点 找到统一的标准 哎,跟你数图形是一样的 分类 不要漏 仔细啊 重复了四遍这个仔细啊 一定要仔细啊 那数方块呢 考大家的题型呢 会有这样几种 有考你看得到的 看不到的 或者说一共 当然了 一共多少就是看得到的 家看不到的 对不对 哎,你看得到的家 看不到的就是一共 嗯 好,这样三种可能考大家的方法 大家注意的就行 哎,就是这个知识结构呢 简单来说 那我给大家打一大堆字啊 大家也不愿意看 是不是 考试考大家的就这三种 看得到的 看不到的 一共考评最高 看不到的第二度 呵呵,是不是 当然了 你刚才说了 你这两个加一起就是他 哎,是不是 来数一数 同学们 方块有多少个 哎,这种题呢 有两个方法 我给大家讲两个方法 先讲普通方法 再讲大招 好不好 第一个方法 哎,第一种 分层数 好不好 分层 数就行了 那如何分层呢 这个是不是有两层啊 这是第一层 这呢 第二层 那我们这个空间 想象能力得有 那第一层 有多少个方块 第一层 同学们告诉我一下 是不是有四个 哎,你这一圈 是不是四个嘛 那肯定是四个呀 哎,是不是啊 好 第二层呢 哎,第二层是几个呀 一个两个三个 哎,是不是三个 所以总共就是 四加三等于七个 因为只有两层 对不对 同学们 好啊 那像这样提 还有第二个方法吗 同学们 肯定有呀 来 那咱给大家讲大招啊 第一道题 我就把大招给大家亮出来 那碰到这样提 万能公式是什么呢 大家思考一下 万能公式 你想想啊 哎,你就在看得见的 注意啊 看得见的方块上 去标号 怎么标呢 全部标一 还是全部标二 如果说啊 这个方块上边 它处于第几层 你就在上面标几 这个方块在第一层就写一 这个方块在第二层你写二 那这个方块也是第二层 也写二 那它也写二 那最后的结果就是 二加二加二加一 等于七个 也就是说 你把这些数字全部加一起 就是最后的方块的个数 好不好 所以这是一个结论 但是你要去证明的话 也不是不能证明 对不对 哎 你看一下 你其实要证明 这为什么要写二呢 因为它这一 你想想 这个方块 这一数列 有几个呀 这一数 这一列有几个方块 一个两个呀 这个一样的呀 从它往下数 数到底 它有两个 这个方块呢 从它数到底 是不是也有一个两个 这为什么标一呢 因为 从它这里往下数 就一个 哎 这个其实 就是这样一个原理 这就为什么 二加二加一 也刚好是七个 这是第二种方法 是吧 像这个方法的话 大家就相当于一个大招了 记住了 好吧 以后做题可以秒杀 好 我们看看有没有其他题 两个方法呀 同学们 是不是两个方法 都能做 我们先给它亮大招 好 同学们 大招怎么用 这个方块能看到吧 能看到 这是在第几层呢 在第三层 这个也能看到 这个也能看到 看不到的方块 你就不要标了 能看到的方块 标上 来 再 我就把大招在这个时候 再给点总结一下 再看得见的 方块 朝上 得 那 一面 写上 它 处在的 哎 它所处的 不是处在 听了难听 是不是 所处的 所在的吧 层数 这是第一步 哎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 把 所有 标的 标出的 数字 相加 这个大招好不好用 你看看 这个就是 三加一加一 那就五个 那如果说 正儿八经的 一点点数 怎么数呢 你就按层来 对不对 那你就笨方法 就是按层 哎 按层数 是不是 哎 第一层多少个 一 二 里头还有一个 三个 第二层多少个 第二层一个 第三层呢 一个 那你这样也是 三加一 加一 等于五 是吧 哎 不管你用哪个方法 都能做出来 看大家喜欢哪个方法 哎 这是上边的方法 是不是 我觉得这个方法 非常好用 这个方法呢 当然 也不是做不出来 也能做 是吧 两个方法都行 来 那咱们 再数一个 巩固一边 是不是 数一层方块 有多少个呀 先上大招 在看得见的 方块的 朝上的那一面上 写上它处在的 层数 它在第二层 它在第一层 那 二加一 加一 加一 五个 你要按层数呢 第一层多少个 这一层 是不是有四个呀 是不是 好 这个应该能想出来啊 哎 这个想象能力得有啊 第二层 多少个 一个 这是第二层啊 那四加一 四加一等不等于我啊 也等于五 是吧 嗯 所以按层数 或者按照我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 大招数都行啊 嗯 来看一下 数一数 上大招呗 能看得见的只有这个 这个 这个 其他都看不见 对不对 看不见 你朝上的 这只能在这标数字 其他的都被挡住了 对不对 朝上那一面只有这三个 哎 那就是咱标一下 标上它处在的 它所在的层数 这是第一层 这个在第三层 这也第三层 那就是三加三 加一 等于七个 那如果按层数怎么数呢 同学们 按层数 那就看 第一层有几个 这是不第一层 第一层呢 有三个 这应该能想象出来 第二层呢 这是不第二层 第二层呢 有两个 那这是不第三层 也有两个 那用三加二 加二 是七个 啊 孩子们应该能看出来啊 所以两个方法 我都讲 好不好 免得大家老说 我这个用大招呗 不讲结论 不讲为什么 对不对 大招 讲了 大招的原理 也讲了 正常按层数 我也讲 哎 两种方法 先上大招 找到能看得见的 那些方块 朝上的那一面 标上它所在的层数 标上了呀 这俩第三层 这俩第一层 三加三 加一 加一 把他们这些标出来的数 相加到一块 就是 哎 方块的个数 好 大招用完了 按层数 来 按层数哦 看啊 第一层 第二层 第三层 第一层多少个 同学们 四个 第二层呢 两个 第三层两个 那 四加二 加二 是不是也是 八个 想的应该不快啊 同学们 这个东西最好玩的 又好玩 又好 又好学 是不是 好同学们 夸张的 夸张的来了呀 这个呢 如果说你按层数 不是数不出来 要求极其强的 想象能力 你看看 这是不是有四层 你如果按层数 你自己看看难不难 所以说 按层数这个方法呢 笨是笨 但是有些时候还真用不上 尤其像这个时候 你数啊 一层多少个 有的孩子想不出来 同学们 还要不要用层数了 直接上大招 能看得见呢 这能看见呀 写一页 这能看见吧 在二层 这呢 在第三层 这呢 在第四层 四加三 加三 加二 加二 把这六个数字 别漏了啊 同学们 你这漏了 那就亏大了 把这六个数全部相加 数一数 一个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等于 同学们 数感专题里教过大家的 巧算用不用 必须得用啊 嗯 怎么用呢 三加三等于六 四个六是好朋友 是十的 所以前面三个数是十 后面三个数是多少 五 十五 别傻了 别太傻了 一个个算 该巧算 巧算 是不是这样 所以前面十 后面五 巧算 啊 这个 数感专题里给大家讲了三节课了 一定要用一用啊 平常在计算过程中啊 可以省时间 增加准确度 是不是啊 来 夸张的也来了呀 当然这个 不夸张 但是你要说按层数呢 肯定能数 这是第一层 这是第二层 第三层 每一层有多少个 哎 你有的时候呢 你也想不出来 所以呢 这个时候你注意了 你就按照我说的大招来 能看见 一 一 一 这呢 二 这呢 三 第三层 第二层 第一层 第一层能看四个 那咱就 一加一 加一 加一 加二 加三 等于 多少 五加四 等于 九个 你要 你要按一层一层的数也行 哎 是不是 嗯 所以说 看情况 能 一起数的就一起数 是不是 嗯 好 那这块内容的话 相信大家 应该来说 问题不大了 你像考试随便出一个提出来 你一个大招直接给他秒了 这行了 哎 不用给他磨叽 哈哈 不用磨叽 嗯 当然了 你要会按层数 两个方法 你用按层数可以验算一下 哎 你的大招做的到底对不对 是不是 嗯 来 咱们再考大家一个综合的 这个时候我考大家呢 就不仅仅说 你 一共多少个 是不是 个有多少个 共有多少个啊 这怎么写的 个有多少个 这咋写的 给改成共啊 过分了 是不是 什么叫个 共啊 然后还问大家 看得见的 看不见的 嘿嘿 好不好 来 呃 因为看不见的 你直接数的话 你肯定不好数 那咱们先把 共多少个 算出来 减去 看得见的 你也好数 看见的 一共的减 看得见的 不就等于 看不见的吗 哎 咱就按这样 死不来 你想想 你看不见的 你要去数 你咋数啊 看不见 这个还简单点 那我问你 这看不见的 有多少个 这看不见的 你怎么想 是不是 哎 你除非就是 带了透视了 哈哈哈哈 好啊 那总共多少个呀 上大招 哎 这是第三层 写三 第二层 第一层 那咱们总共的 就是三 加一 加二 加一 等于多少个 哎 所以总共的呀 就是 四加三 七个 那看得见的 咱也好算呀 你都看见了 你还数不出来吗 同学们 你都看得见 是不是 哪些看得见 那咱数一下 好 标一下呗 你这个能看见吧 这也能看见吧 这也能看见吧 是不是六个 能看见的呀 所以 看得见的 咱数六个出来 那 看不见 不用说 看不见的 就是用七个 减这个六 就等一个 所以说呢 这个思路应该清楚 考到这样综合性的题呢 不要怕 哎呀 李老师啊 这看不见的 我咋数啊 我都看不见他 我怎么数啊 是不是提出的有毛病啊 提没有毛病 方法要找对的就行了 你用总共的 你减去看得见的 就能间接得到看不见 是不是 你这俩都好求 你用他俩相见 就得到下边这个 好 话不多说 哎 大家看啊 这一节课呢 在讲完之后 一定是要归纳总结的 你不归纳总结 李老师 现在我给大家归纳总结 没有李老师的时候 同学们自己要 归纳总结 好不好 那首先我们这几个讲了 一共多少个 两个方法 按层数 或者上大招 看得见的 看不见的 是不是 看不见的 确实不好数 但是看不见的 可以等于 一共多少个 减去看得见的 间接就可以得到 是不是 来这一类题 大家注意啊 按照统一的标准 你要不就按层 你要不就用我刚才那大招 那个大招的原理是什么 就是一树一树的数 你要不就一层一层的数 要不就是一树一树的数 对不对 那个大招就是一树一树的数 哎 一树一树的好数点 嗯 类别选好 别一会儿啊 类别还分错的是吧 一会儿横着数 一会儿树一树 你肯定数错 数错 哎 不要漏啊 千万不要漏 嗯 有的同学怎么漏的呀 怪怪 你看 这树都标好了呢 树都标好了 然后结果呢 给我少个一 忘了有一个一 忘了加 是不是 嗯 所以啊 同学们 这样的题 说实在的 没啥难度 小学阶段 如果碰到这样的题 出出来 第一个 你如果说实在暗层 哎 你暗层一层的数呢 数不出来的情况下 你直接 我说了 用我的大招 大招呢 就这两步 再给大家复习一下 免得大家忘了 再看得见的 注意啊 再看得见的方块 朝上的那一面 朝上的那一面 写上它所在的层数 是不是第三层 写上呗 第一层写上呗 其他的都看不见 不用写了 第二步 把所有标出来的数字相加 标出来的三 加上标出来一 加上标出来一 加上等于五 是不是 这大招很好用 同学们 你想想 它的原理呢 我再给你说一遍 原理 同学们 它的原理就是什么呢 按照数 按照这一数列在数 你发现没 这也是这一数列 那你看这一数列有多少个 有三个吧 这就为什么在这标三呢 因为它有三层 所以这一数列 它一定有三个 这一数列有一个 因为它就一层 它所在的层数 就是一标一 这一数列也只有一层 也只有一个 所以它标一 你这有三个 三层起三 这个三就代表 这一数列有多少个方块 这个一就代表 这一数列有多少个 这个一代表这个 那为什么看得见呢 看得见 说明就所有的数 你全部都标好数了 就不会漏 是不是 你看不见的话 你想想 那就 你这个肯定看不见 它就在这一数列里面 已经这有三了 不用再写它 你写也写不上 看不见了 是不是 所以这种 这个大招呢 看似是大招 其实它是有原理的 它也不会漏 也很简单 好 同学们 如果大家觉得 李老师讲的还不错 好不好 大家帮忙分享 给更多 平凡家的孩子 让大家都能 学得到 李老师的数学思维 让所有平凡家的孩子 少花 一往前 感谢大家支持 请不吝点赞